近日,张艺兴在某活动现场突遇升降台故障,导致身体失去平衡差点摔倒。 现场粉丝看到自家偶像有危险,纷纷大喊小心。 事后张艺兴在自己微博发布了一条动态,安慰大家她很好,同时还对于大家表示了感谢。 微博中还配上了张艺兴与当日的奖杯合照,足见她并没有因为这次意外而受到了影响。 虽然张艺兴本人表示并无大碍,但是身为粉丝观众在看到她在台上插点摔倒的那一瞬间还是十分担心。 加上最近大家因为高乙祥事件带来的悲伤,现在对于节目中出现的意外格外敏感。 于是不少张艺兴粉丝都对活动主办方进行了斥责。 无独悠哦!张艺兴在刚结束的爱奇艺尖叫夜上也经历了十分惊险的一幕。 因为当天活动场地十分滑,王忠磊在给张艺兴颁奖的时候差一点直接摔倒。 还好王总腰力惊人,直接保持好了平衡。 之后还非常开心地和张艺兴进行了拥抱。 比起张艺兴,蔡徐坤就没那么容易了。 蔡徐坤当晚的表演可谓是状况连连。 在唱歌的时候蔡徐坤多次因为地滑而差点摔倒。 还好蔡徐坤都用舞步给话解开。 但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蔡徐坤的舞步时有量呛。 要不是蔡徐坤平衡力好恐怕早已尴尬摔在台上。 除了蔡徐坤张艺兴外。 李问汉。 姚明明都曾因为当日的地滑而发生或多或少的失误。 如果说地滑还能忍那么话筒,漏电的问题就绝对不能忍了。 水火电罪是无情。 谁知在活动现场欧阳娜娜和郑小龙就都被漏电,话筒电的够呛。 高乙祥事件的发生是对诸多综艺节目的一个警示。 告诉他们安全设施与医护配备的重要性。 但是舞台上的平安同样少不了。 并且舞台意外早已不在少数。 陈伟霆就曾在蓝台跨年晚会上因为升降机事故, 导致舞台中央直接出现一个大坑。 而当时陈伟霆离聚坑不足一米。 之后他也全程只能在聚坑周围完成了表演。 同样也是因为升降机。 李玉刚曾被吊在五米高的地方进行表演。 因为晃动和恐惧。 李玉刚只能全程蹲下。 闭眼完成了演出。 除了这些因为升降机而引发的危险。 还有张亮颖插点被高空坠物杂中要害。 范伟奇滑落舞台导致手肘挫伤等等或大或小的舞台事件发生。 这些危险虽然在发生之后会成为平常人口中的谈资笑话。 但是在那一瞬间的危险和恐惧是没有人能理解的。 只有台上的明星才会知道那一刻心中的恐慌。 这次的张艺性事件再次证明了活动现场的疏忽。 幸好只是一个小故障。 但尽管在小也是不该发生的。 作为主办方既然请了明星那。 保证对方的安全是最基本的要素。 希望蓝台事件和诸多舞台事故能够做到警醒。 让所有幕前幕后的人员都能保证生命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